听大人哥的就对了啦 上个礼拜五有没有告诉你 这个礼拜的台北股市 是大型股要休息 中小型个股接棒演出 你看今天贵买从头到尾 都是红彤彤的 表现比加权指数来得强 但重点是这样的一个大休息 中小型接棒的行情 怎么样掌握继续给它转下去呢 小英总统在520谈话当中宣示 这个台湾不会缺电 我们未来要持续发展的就是 除能还有电网 今天排面上头政策概念股 轮动到了除能概念 中心电带头冲滑成紧追债后 那么这样的一个选股逻辑 选股节奏怎么样掌握呢 当然是来请教我们的大人哥 好确实台积电休息了 可是中小型接棒接起来了 那后续行情该如何继续转下去呢 那我来告诉你 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5月22号星期一的忍者无敌古魔力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我们面面俱到 同时非常帅气又很有善心 我们的大人哥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你有没有发觉我今天特别的谄媚 特别的狗腿 为什么 大人哥我知道我们的这个 买一送二的那个超大优惠 超大好康 在昨天傍晚6点就截止了 好 但是呢我们有粉丝其实还是在问 他说可能周末假日 他比较晚接收到这个讯息 但是手上的股票真的咕噜咕噜 都没有办法帮他创造获利 看着这一波大行情 他好心动哦 怎么办哦 好好 德宇好大家好 这个问题的话其实 我这样讲好了 昨天晚上6点的时候确实把我们这个 买一送二的方案把它做结束掉 那因为在晚上包含9点甚至是半夜11点 然后我今天起床的时候 我发现有凌晨6点 还来跟我做 说那个大哥可不可以 就是再加入这个专案的部分 所以我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愿意 把这个方案偷偷开后门 然后开个多开一天 然后到今天来去做一个最后的完结 但是呢 可能你要稍微等我一下下 我所谓的等我一下下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昨天已经都做好持股见诊了 那可是如果你现在还加入加进来的话 我还要再多花一些时间来帮你看 你现在目前手上持股的 换股的这样的建议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 你先加入我们团队 那持股见诊的话 我赶快赶快赶快 然后来帮你去把它 就是做一个比较好的建议书 然后你就后续 再跟着我们的相关的操作 来去做一个 太弱换墙 那如果你印象还深刻的话 其实我之前就跟大家说过了这个 就是明明就是一样的股票 一样的价位的股票 那你一定要死守那种 像咕噜咕噜的货柜三雄 那当时在2021年的时候 10月份的时候我就跟你说 明明就那个志源跟阳明 就是都107 108嘛 1比1哦 那你1比1 如果平移换的话 其实你不用拿多的现金进来 你就是用一张换一张 一股换一股的方式 如果你有10张你就换10张 然后一来一回 你一个月过去 然后你就发现说 那个有听我苦口婆心碎碎念 那时候及时把它换股的部分的话 10张的来回哦 那一档就是阳明还继续创低 然后呢 志源在走高的过程 其实你10张的来回 就可以超过100万 这就是持股太弱换墙的重要性 这就是你现在应该要做的事情 所以再次重申 就是感恩回馈的部分的话 如果可以就是我会加开到今天 那但是呢 请你稍等我一下给你 赶快给你那个就是持股建议的部分 所以刚刚也得以帮大家做争取了 然后我自己这边的话 我自己也感受到大家的那个期盼 所以赶快跟大家做一个 事前 应该说事后的赶快开后门 帮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补充 来就这样子 好我相信呢 只要能够让我手上的股票是 油弱变强 那么不要再咕噜咕噜 不要再跟这一波的行情脱钩 大人哥其实等你几下都可以 好 所以也邀请所有的粉丝朋友 务必要把握多出来的这一天 赶快拨打我们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te8 小老鼠DAREN888 赶快加入我们的股膜类团队 那么进行持股建检 进行太弱换墙 接下来我们一定要把这一波行情 扎扎实实的给攥进口袋当中了 好 那么今天的这个台北股市呢 真的就如同大人哥在上周五预告的 大型股休息了 台积电完成了阶段性的任务 今天呢 就是表现平平的温温的 但是中小型各股说 好了 这礼拜换我们来咯 接棒演出 这样的一个肋骨轮动节奏 怎么掌握呢 大人哥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德宇说的这档好了 台积电 对 那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其实我们上礼拜就跟大家说过 就是在台积电 它叫做是必要之二 台积电叫做是一定要先 互助指数 稳助指数 让指数去做冲高 这样一个过程来说的话 它才可以就是让全市场上面的一些信心 比较能够比较明确的回楼 那当然我也说过了 其实台积电 该它涨的时候 它就会涨 可是呢 该它休息的时候 自然而然就休息了 你看我这条546块这个线 几乎画在这边画好久好久好久了 然后我再往下降一点的话 你会发现说有啊这里啊 这里有没有 就是这个 在今年的三月中旬的时候 大概在539到535那附近的那个地方的话 其实你往上看上去 现在已经531了啊 那531到539甚至546的这样一个过程 其实往上的空间是有限的 可是有没有关系 我告诉你没有关系啊 因为今天的大盘 也回来到 那个今年的新高的位置啊 所以在台积电的稳盘的过程之中 台股的行情已经重新站回到16000点整数关卡之上 甚或是说已经创下来今年的新高 甚或是说 你会发现说 怎么就是当台积电稳盘的时候哦 然后就一堆的那种中小型的个股票 活蹦乱跳 我就跟你说了 这些阻力真的太厉害 这个是三副 已经不知道几根涨停板了 不好意思 我先pass这张股票哦 因为它已经被分盘了 所以这种股票我觉得就 反正它就是一个指标性的股票 它就是一个大型股稳盘 然后呢中小型股冲 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所以这个观念先跟大家说清楚 讲明白的这样子一个地方 那当然我还是回来到 比较务实一点点的啦 我所谓的务实一点点的一个看法 叫做是说我还是要看一下 那个所谓的 政策受惠也好 或像是说呢 就是所谓的那个趋势成长也好 或像是所谓的库存调整完毕都好 这就是现在目前你应该要去做的 关注的那个指标的方向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说 来 这是那个创意跟世新 今天两档都跌 但我会告诉你 这两档叫做是上礼拜五 才刚创下波段新高而已 才刚创下历史新高而已 才刚把所谓的 喷一笔去做调升而已 你记得吗 嗯 我说过 世新今年一定是IP 获利最好的一档指标股 龙头股 那它今年赚40块 所以如果是1200块的世新的话 不好意思 你别的股票别想涨 因为40x30等于1200块 也就表示说 那个30倍的喷一笔就卡住了 别股票别想动啊 获利最好的成长最高的都不给过了 你凭什么过 可是呢 如果在世新愿意往上冲上去到1500 甚至1600 那就可以把本益比调高到40倍 有没有 所以如果当世新的本益比可以是40倍的时候 其他股票为什么不可以跟上 其他股票为什么不可以往上去做比价 对 所以这就是跟上礼拜才刚刚跟大家说过的一个观念 所以我就说了 好啊 那上个礼拜 既然台积电带了指数带了七百点 然后呢 世新跟创意也都带头往上去做冲上去了 那怎么样 这个礼拜 开始的话 你就要看说谁要来做接棒 也就是 OTC 贵买 要来去做接棒 因为他们就是股性是活泼的 他们是只看 你那个台积电能不能带着稳盘 你那个创意跟世新 可不可以带着我马上冲 可以 就冲上去了 所以今天的贵买指数在冲这件事情 那上礼拜我就跟大家预告说了 就是 你不用妄想说台股的行情能够一直往上走 那你看像冲碼面的部分 也一样啊 就是 散户多空比 它是不是也渐渐的比较属于那种 不是嘎空的那个数据了 台积电也到了压力区了 可是呢 这个时间点把资金轮动到中小型的个股上面去的话 那更棒啊 所以待会我会跟大家做说明说 那如果这个礼拜 在中小型接棒的过程之中 你该从何下手 然后呢 有机会去做轮动接棒 转强向上的族群在哪些 下半段节目跟你说 好那我们在抓标股之前呢 先请大家赶快利用我们免付费的针线电话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或是透过大人哥的Light 8小老鼠 DAREN888 赶快私讯大人哥加入我们的股魔力团队 因为这是三个愿望一次满足的最后一天 好 这个是我们赶快跟大人哥塞奶啊 然后赶快说他很帅啊 要来的这个机会 最后一天了 那么 把握这个机会呢 赶快加入我们的股魔力团队 那么先做持股渐渐 太弱换墙 同时呢 把我们两大好用的工具 也就是我们的股魔力跟聚宝期 一次带回去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赚的呢 就是台北股市 接下来这一波法人任养 还有做账的行情了 大人哥把标的都选好了 而且我们已经在慢慢的卡位布局当中 邀请大家赶快跟上来 千万不要再后 在事后才想说 当时如果有跟上 当时如果有换股 多好啊 不要再给自己后悔的机会 赶快跟上大人哥的脚步了 来看今天的这个选股的部分 大人哥之前呢 上个礼拜 才跟大家分享了选股三大策略 当中有一个就是政策概念 你看小英总统来帮大人哥背书了 他在520谈话的时候就说 这个除能电网啊 还有这个再生能源 是我们未来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 今天中兴电是带头冲华城呢 苏拉雲苏丁也是紧追在后 接下来这个选股的逻辑怎么样继续掌握 怎么样继续转呢 那当然把时间交给大人哥 好 那在接下来的行情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古墨力把它拎起来 那因为真的我跟你说 这是很好用的工具 然后呢 我也跟你说过很多很多的相近似的观念 比方说有没有 千金比价就多头行情 像刚刚接下来讲的 像是世新跟创意在做比价 然后呢我也跟你说过了 因为前一阵子的中兴电 它是比较委屈的 那我自己在看中兴电 为什么要这样委屈的原因 有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在跟着我们一起喊说 中兴电是领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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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丑马乱了 对 有点像丑马乱掉这种感觉 可是其实 它在所谓的台电十年电网计划的受惠 是真的是最大受惠者 它其实在之前在开法术会的时候 就讲很清楚了 我们在手订单什么几百亿 我忘记好像270还多少亿了 那些订单是 都已经是订在那边了 然后呢它只差就是做到哪里 然后呢出到哪里 然后就认到哪里 这获利都已经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那当然有可能就是说 如果 少了那么一点点想像空间的时候 那会不会有 就是说 五支 五支 那个 麦拉伦充电桩的 那个 华城就冲上去了 对 然后中兴电有没有 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 哪一个跑车充电桩 看起来好像没有 不过扯远了 来 回来到股魔力 你会发现说 其实也不错啊 因为你看到今天的中兴电跟华城 也突然往上去做比价了 这是对的事情 这绝对绝对是对的事情 世新跟 世新跟创业往上去做比价 就会带动本益笔的调升 华城跟中兴电去往上比价的时候 就会带动重电族群的本益笔调升 然后呢今天的股魔力 其实也给你看一下来 今天这是今天股魔力 那往下拉下来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 哎哎哎哎 不好意思喔 往下拉下来的时候 你有看到中兴电跟华城 有没有 我给你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中兴电 在117块出现嘎空 然后呢 华城在130块出现嘎空 有发现这两档 真的有在往上去做比价吗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华城 班贝的华城 在130块又出现嘎空了 还好就是 我说过上礼拜 有没有看到 那个某某某知名财经节目 可是跟你喊 华城华城华城 我其实有点毛毛的 不过还好 他至少要在今天要超新高 有没有 来 从这里 100块 100.5这边到今天130 然后呢 你就往前看的时候的话 我就跟你说过了 从67 从67到124 其实就已经是翻倍了 翻倍了 然后呢到130的话 当然翻倍无庸置疑 那同理而言 你再看一下另外一档个股的话 我是把它切回到主画面来 来 切回到主画面的时候 其实任何一个画面都可以了 我只是要展现它的魅力给你看而已 这是炫耀文 来 往下滑下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说 中芯店也出现嘎空了 对 他们再向上比价了 有没有 往上看一下 继续看下去 中芯店117块 然后再点下去的时候 哇 就是这样子 就是每一次再拉回首稳 97.5这边 创高 再休息到107 再创高到117 那这个就是 你看到的 政策的社会的股票 你看到正在去做往上比价的股票 然后呢这边是从71块 到117块的中芯店 这就是跟大家说过 很多很多很多次的 这样的观念 所以如果回来到我们的 电脑主画面来说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有啊 你只要把一档个股 放到吉斯多里面去 这是创意 然后呢这是世新 那你还记得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创意跟世新 从哪里讲起的吗 那时候我跟你说 800多块的世新 占上1000块的世新 还有就是从创意跌破了 400块的那一个晶片 就是晶片禁令的那一次 然后一直涨到 快翻倍到800 然后呢它也占上了1000块 然后呢一路要往上走上来 到今年为止 这两档个股又趋近于翻倍 到上礼拜五为止的 的两档个股 分别是82% 涨定板 那今天下跌 我只是没有时间 在抓今天的那个 今天的图给你看了 我刚刚有给你看过了 今天就是休息了 没有关系 大波段来说的话 它就是80 世新也是80 80% 它要翻倍 有没有机会 我告诉你 有机会 因为只要往上比价 往上本益比调升 涨到哪里 涨到16001700 可不可以 市场愿意追就可以 不是我说可以就可以 我告诉你 只要NVIDIA 继续往上飙上去 创意个世新就要往上飙啊 有沒有 黃玥勋子军长月底要来耶 对他月底要来啊 那个月底有各大咖都要来耶 Computex耶 拜托我 那个真的是一个就是 盛惠啊 AI的盛惠 AI的盛惠 AI的盛事 因为其实今年大家都在看AI 橫空舒适那句话 你听我讲过之后 再听师从长 师从事长讲 有没有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观念 所以你看 这是麦拉伦的订单 华晨 上礼拜四的时候就翻倍了 然后市店的话也是一样 在上礼拜四 我这边有特别跟大家说明 这不是今天的数字 这是5月18号 我这边都已经老老实实 误误实实的跟你讲清楚 因为没有时间再跟你讲那么细 所以我先跟你把这个图先 留在这边 告诉你 骨魔力有多厉害 所以你只要跟着我们团队 一档一档把它放到 吉斯多里面去 吉斯多比较好啦 不要在这个时间点 不要逆时去做放空 我拜托你 顺势操作 顺着盲膜 也是我们下半段的 具表期会告诉你的地方 好 那就继续讲下去 好 AI在动 对 那我就说了 我们现在的 布局的方向 也是找寻 或者是说 也是一样去选那个 政策社会 趋势成长 然后库存调到尾声 甚至是调完的股票 所以我说趋势成长的那一段的话 你可以找AI的 你可以找车用的 因为这些股票 他们都是无庸置疑 绝对都是今年的资金的 触涌的方向 那政策社会的部分的话 我刚刚前面也跟大家说过了 就是刚刚那个 德宇也帮大家提醒到 就是那个 总统520谈话里面 在讲的就是 不要缺电 我会不会缺电 我不知道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政策的方向 那在政策的方向来临的时候 这些个股这些资金 就会一档一档往上去做比价 所以我刚刚也跟大家看过 那个领头羊的 前领头羊的那个中心店 中心店 今天也串上来 有没有 然后呢 新领头羊的那个麦拉伦的 华晨也串上来 对不对 这就是在做比价的效应 那另外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军工也不错 然后呢 今天的军工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军工 领头羊 那个雷虎还被分盘中 所以他今天就 还不错啦 5.75半根 真的还不错 可是那种飘飘飘的股票 我就比较难跟你去做分析 就像这个三富那边 飘飘飘飘的 我就比较 比较难跟你分析 因为2块钱的三富 跟那个274 2731的 这个熊狮 熊狮 熊狮今天也涨起来了 那如果他再往上 拉上去的过程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两档也会往上 往上去做比价 比价 亚航也涨停板 对 那这种股票的话 其实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过 反正就是跟着讯号做 跟着股魔力去做操作就好了 对不对 那另外的话 4541的成田 我刚刚也看一下 如果你有股魔力的话 你看成田有没有买讯 有没有今天一发买讯 就差点涨停板 对 不是差点 就是直接就涨停板 买滴滴欸 42.45 对 所以你去看一下我们的股魔力 真的 真的就是很棒很棒的APP 那 其他客股的话 就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说明 你看漢翔也不错 你只有偷偷拉尾盘 这也是今天有买讯的漢翔 那我不能跟大家说太多 因为 这真的是毕竟会员的权益的地方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政策受惠的股票 它一定是现在的资金 会去一档 或者是一个族群 一个族群去做这样轮动的部分 那你会发生说 其实 就是大老板们也突然都很会 很会讲话 很会 很会跟着 知道大家想听什么 对 那个政策的方向在那边了 你就发现说 大老板就跟着一起一起跑过去 连国际的大厂都来台湾了 连国际的大厂都来高雄了 那个赛普 SAP 他来台湾做什么 他来台湾开他的那个研发中心 然后他要做什么 探权 哎呦 不就是我们的政策吗 对啊 这个探权这件事情的话 当然不只是我们自己国内政策 而是全球的政策都在做 趋势 然后他跟他的合作伙伴 一起来去把这个 探权的这个服务把它做出来 导入探权的服务 然后呢 导入探盘查的 这个方案跟他的软体 结果今天6689的 益云谷掌听板 那益云谷的话 我刚刚特别把那个图抓出来 顺便给你看另外一档个股 6697 冬结 资讯 今天掌听板 那我今天特别有把那个益云谷的 古摩利的画面把它拉出来给你看过 这里 给你看的是谁 益云谷 然后呢 这里你有没有看到130.5的益云谷 然后呢 到144这边 他不是出嘎空 他这边是出卖讯 所以你这边可以先做一趟 转一波 对 拉回下来的时候132到134这边 右手稳有没有 然后往上这边157 又转一趟 然后呢 这里是147.5有没有 又有买讯了 对 然后呢 他绝对不知道 SAP要做什么 他只知道 他叫做是拉回手稳转强的买讯 然后呢 今天这一根红棒棒有没有看到 就是掌听板 这样我们已经转他三次了 已经三趟了 当然这边还没有出现卖讯 但是这个已经是获利 就是 两趟的获利入带 加上一趟的 正在获利中 正在获利中 对 这种感觉 你就是 操作的观念就是用 拉回手稳转强 和所谓的线型整理 就是有可能是高姿态 不拉回 不趴下 不吞下那种 可是他愿意在那种高姿态的过程 去做一个整理整理整理 再创高 这就是现在目前你可以去找寻到的方向 那这也是我们现在目前正在布局的方向 我说过了 我们的个股 我在最近在布局的是 AI 然后呢 政策 然后呢 反正就是这些股票啦 那我们现在新买的一档个股的话 是AI的某某股票 叉叉叉叉叉 不能讲 因为还在买啊 还在让我们团队去做布局啊 我们还在布局中啊 所以我先说我先看50%啊 那如果后面行情更好 NVIDIA更高 搞不好再挑战个100% 再来一档半倍股票 有没有 有没有机会 有啊 这就是告诉你说 委屈的股票还在那边 一堆一堆的股票在那边啊 可是你变成说 你要死守在你现在目前的咕噜咕噜 或者是要 你就是要领固定配息的 那个金控股 可是我觉得 你如果有资金有更好的 效益的过程中的话 你为什么不找资金更好 效益的个股去做一个布局 你为什么不顺着趋势 你为什么不顺着政策 然后你为什么不顺着 对我刚忘了 没有时间讲了 研发科回来到700了 有没有 不知不觉 对啊 现在5月啊 然后呢 6月 你下个月就6月啊 再下个月就7月 就第三季了啊 不是说第二季 差不多要调完了吗 所以你就发现说这些股票 就渐渐的打出一个底部出来了 然后渐渐要去做一个转强 去做上公了 所以我们也在做这件事情 就是领先景气去做布局 然后呢 领先市场上面去资金去做布局 所以后续的一些操作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还是可以好好跟着我们团队 那当然就是 最后最后还是讲一下 今天截止 真的截止 因为 我不想把那个 就是持股的见诊拖太久 因为赶快趁现在换股票 总比你 之后要在这边追股票来得好一些些 所以感恩回馈买一送二的最大回馈 都到今天 然后呢分享给大家了 获利的机会呢 稍纵即逝 因为买卖点有的时候 十字就过去 那换股的时机呢 也是稍纵即逝 邀请所有的好朋友 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获利 真的比不上这一波行情 邀请大家真的当断则断 邀请您现在就把握 我们感恩回馈买一送二 加开的这最后一天机会 免付费的专线电话 0800668085 或者是透过大人哥的Light 8 小老鼠DAREN888 赶快加入我们的股魔力团队 持股渐渐 太弱换场 接着把这一波行情 扎扎实实的 我们给它站起来 邀请您赶快掌握这个机会了 再一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EN888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